休士顿灾情持续 化工厂爆炸 上周四 德州一所化工厂发生爆炸后 15名到现场探勘的远警纵一诊治 被飓风摧残的德州克罗斯比 日前传出恐怕发生爆炸的消息 已经撤离附近300回居民 周四 该化工厂即传出爆炸声响 飓风哈维带来的水灾让该厂断电 致使冷却系统与紧急应变系统无法运作 阿克马集团已经预期会发生爆炸 该化学工厂生产的是有机过氧化物 此化合物在日常用品中很常见 其中某些物质具有挥发性 若无冷藏便可能会燃烧 当局警告 这间49年的老厂房 可能还会发生更多爆炸与火灾